森美兰日乐物昨天发生一起死亡车祸,导致一名技职学院的学生不幸死亡。 另外还有25名马拉里科初级学院和技职学院的学生受伤。 他们之后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,情况无大碍。 目前警方还在调查这起车祸的噪音。 这起车祸发生在昨天下午3点30分左右,地点位于森美兰州日乐物。 事发时,一辆载有25名学生的巴士不知何故失控,和一辆运动型休旅车发生碰撞,导致巴士翻覆在山脚,休旅车则翻覆在路中央。 人民信托局也证实了这起车祸。 当局表示,有6名受伤的马拉里科初级学院学生被送往日乐物医院接受治疗,伤势并没有任何大碍。 其他的伤者也分别被送往附近的政府诊疗所包扎伤口。 据了解,25名学生趁着学校假期即将开始,乘搭巴士前往芙蓉车站,以各自返回家乡。 不料,巴士却在途中失控翻覆,导致巴士内的一名学生不幸身亡。 目前,警方还在调查这起车祸的噪音。